请问老大未来一周会有台风影响我们吗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电脑模拟 这个是欧洲的电脑模拟 我们可以看到在下个礼拜会有热带的扰动 在菲律宾东边发展起来 如果形成台风的话就是第十一号台风 以它的预测的路径来讲的话 它是在台湾东边转向台湾来前进 它模拟出来是在礼拜四礼拜五会通过台湾地区 不过在其他的电脑模拟 这个位置上面就有一些差异 并没有离台湾这么近 而且模拟的时间是下礼拜四礼拜五 也就是说是属于电脑模拟的后期 所以它不确定性比较大 而且这一个电脑模拟会不断地调整 所以未来几天就要仔细来观察 到底它这一个最新的模拟出来的结果 会有什么样的调整 就是在使用电脑模式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 并不要急着说这个台风一定是照它模拟的这样子来走 并没有这么准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一个今天台湾附近 还是属于在上半天晴朗 但是在下午还是有这个午后对流发展起来 看起来范围是比较小一点 但是它的强度还是蛮强的 我们来看一下雷达回波 就可以看出来还是在台湾的比较接近山区的地方 有些强回波发展起来 但是它也往平地来扩展 所以部分的平地也受到影响 不过受到影响的地区相当的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实际上的降雨 也反映出来今天的午后对流的这一个形态 就是范围比较小 但是里面还是蛮强的 所以镜像区仍然有这个大雷雨 以及大雨特曝的这个发布 那在气温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因为上半天都是晴朗的 所以在气温大部分都在36度 接近37度这样子的温度 所以还是属于偏热的这种形态 这样子的热的情形可能会持续好几天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降雨的 这一个定量降雨的预报 还是可以看出来主要的雨还是偏在午后 而且以山区的这个范围比较大一点 但是能够扩展到平地 也许有一些地方会受到影响 但是通常这一个受到影响的地方都比较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未来的天气 主要就是因为台湾是受到这一个热带海洋性的气团的影响 所以上半天基本上都是晴朗的 但是因为底层有水气 所以午后还是会有对流发展 以山区为主 少数的平地偶尔会受到影响 那气温来讲的话就一直都是偏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以北台湾为例 大部分都在37度 偶尔稍微降一点就是36度 那这种温度在全台湾都是类似的 这个也就是说每个地区都有这样子的高温 感觉上就会比较热一点 那下雨呢 就是以山区为主 平地偶尔有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在周末的话 还是属于晴朗炎热 要注意防晒防中暑 那降雨的几率呢 清晨偶尔有一点零星的降雨几率 那当然主要的雨还是在午后山区发展起来的 能够扩展到平地的话 范围都比较小 时间也比较短 那在下一周的话 有一个重点就是在下半周 要注意台风 它到底在什么地方深层 那它的这一个动向到底如何 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 这是我们要观察的这个重点 以上是最新的气象